不得不說 小寶真的是個蠢蛋 為什麼他的過年禮物 居然去買了一堆槍 結果你知道 最有趣的是這些槍 你根本就不能用啊 那把那個什麼BB蛋 讓他說要超過18歲才可以用 還有一些什麼BB蛋的這種槍 你又不能玩 你18歲了沒有 我188歲 你188歲 不過為什麼還是給小寶買 因為很簡單 因為小寶的押稅錢 我都給他沒收起來 不是沒收起來 我幫你保管 好不好 NO 結果他今年還是再去挑了這個什麼槍 太離譜了 越挑越大隻 這麼愛槍耶 這是什麼 上面還貼了警告 警告什麼 警告什麼 小朋友不可以亂玩哦 可能只有我是有滿38歲的才可以 會不會裝啊 這種有BB蛋的東西 會滿年紀真的不能玩 因為它比較危險 為什麼小寶真的是個蠢蛋 都買一些你不能用的玩具 你只能拿來摸而已啊 哈囉 你可以選你可以玩好不好 哦 哦這個這麼大聲哦 像這個 手槍的一堆 就真的這個他也不能玩啊 這個他也不能玩啊 這個蛋夾這個 這個要裝BB蛋 我都不會給小寶裝任的BB蛋 BB蛋這種小顆的哦 裝到這種槍裡面打到 真的會很痛 而且甚至有可能打到眼睛又受傷會嚇一跳 所以你只能看而已 不能玩 它的紅外線 剛開始那底下的那個電池 還沒有電 這種水銀電池 一定要特別小心哦 它那個小朋友物質 小朋友有時候不知道 他以為是糖果拿起來吃 他會有生命危險 哦 一定要特別注意 家裡如果小朋友 這個一定要特別收好 千萬不要讓他們可以輕易的拿到 哎呦有紅色的哦 紅色的準心哦 看一下看得準不準 嗯還可以對到 不過不知道打得準不準就不知道了 你不能玩 好啦我可以玩嘛 我試打一下看看哦 我幫你裝子彈啦 不行 不能裝子彈 那子彈要不會飛出去 裝子彈也要我裝 拿三顆給我 自己裝哦 會不會裝這個 太久沒有玩啦 這個東西啊 哎呦 你又沒玩過 以前有玩過啦 這個拉下來就對了 好再裝一顆就好了 三顆就好了 然後你打到麻麻的花瓶 打到麻麻的花瓶 我看我晚上我就用睡覺了 去巴掌 被趕出去就對了 好來裝上去了 拉旁邊那個 就拿這邊 OK 現在是危險的哦 不要打東西好了 怕那個子彈亂飛也是危險 那我就這樣子 抵著它的保利龍 就這麼近距離 哦 然後撞三發 然後打三發 近距離哦 2 8 3 2 1 哦 大聲哦 哦 哦 敲一個洞耶哦 來我看一下 看一下子彈 哦 哇 好 再再再再再打兩次 哦 一樣啊 拉後面 千萬不可以在這個槍的前面啊 非常危險 3 2 1 哦這個 又打得更深了哦 又打一個洞了 試打最後一發了哦 我這個拉起來的感覺 有點可怕 會輸壓 不會輸壓 有點壓力很大 沒有它有聲音 沒有準鏡打開 它會剛好命中它嗎 我們也試一下看看 應該不會準嘛 那槍管是在這裡 試一下哦 3 2 1 哇 聽到這邊耶 有一點落差 不過 它整個還是 過一個洞耶哦 看著它這個 還是有殺傷力的耶哦 所以 未滿18歲 不可以玩 所以這些子彈 我們全部會 沒收起來 你只能用這個 沒有子彈的 玩玩這個外觀 很快樂的而已啦 啊 小寶真的是 蠢蛋一個 買了它不能用的玩具 做什麼啦 玩 好啦 開心就好了啦 OK 不會玩玩具要處理安全 還有那個水銀電池 一定要特別注意 要保管好 千萬不可以讓小朋友 小baby拿到 因為他以為韓國吞下去 會有生命危險哦 好啦 以上就這樣啦 好 拜拜 拜拜